显然印度是一个在成长当中的国家 未来的前景可能比中国还好 不是我们想象当中 只是固守种姓制度的一个传统 全球化碰到平均 看起来它要切割成两部分 印度这个左右逢源的一种态势 第二天世界大战以后 长期刻意营造 创立不结盟运动 两边通吃 也没有人去谴责印度 美国人还要进一步地去拉拢它 所以当进入下一轮 我们说厚厚的 又叫新冷战 就是中美的强冲突的时候 不结盟就是大家都想去跟它结盟 它会得到很多的好处 而上海合作组织里面因为有印度 金专里面有印度 它没有办法发展成一个 完全政治性的组织 所谓全球东方这个概念 来消解全球南方这个概念 它能做的就其实有限了 印度已经在世界三个主要国家 当上国家领袖 英国的总理 美国的副总统 在莫迪之急 印度也可能会开创另外一种模式 欢迎收看今天的后来座谈节目 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林修 我们今天来继续我们的专家讲堂系列 最近有一个男人的 在全世界驾驾都有风 现在应该刺叉风云的男人 走路有风谁呢 印度总理莫迪 他最近即将来召开 G20的会议在印度来举行 当然中间有一些去谈 比如说印度想要改名 改回他们原本的名字 然后巴基斯坦说 那你要改 那我来改成印度好了 印巴之间的这些有趣的事情 确实蛮好玩的 但其实真正重点是 莫迪最近不管在金砖扩容当中 还是到了这个G20 还有在这个全球的很多的话语权 发源确实是非常多 包括美国跟莫迪之前 这个美国总统拜登跟莫迪之前 也在华盛顿 你农我农 那个我们都有聊过 请收看我们当时的 这个呼来座谈的讨论 然而这个背后 其实有一个更强大 更深刻的脉络 上周呢 我们跟刘彬庸老师聊到了 就是在全球南方这个概念当中 印度的话语权看来是越来越大 更重要的是 印度呢已经可以在一些 所谓的事物当中 成为关键的表态 但是这个跟中国的崛起 很多人就认为说 这是不是有冲突 特别西方希望中印之间有冲突 但中印似乎又衍生出 自己的另外一股秩序 似乎又没有这么直接的冲突 比如说他们在这个 金砖扩容南非的会议上面的时候 也针对边界问题完全降温 最近几乎听不到中印边界问题 那这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脉络呢 更得胜者啊 现在已经开始有地缘政治圈的学者 现在最夯的话题就是 全球东方BS全球南方 那另外呢还有什么 中国跟美国崛起当中 多了一个印度的角色 那印度所向何方 今天呢我们就从这样的 一系列的脉络啊 来聊一聊啊 当两个东方的文明古国啊 这个历史可以比长的啊 人口一样多 各占一个山头的时候 到底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尤其是啊 那金砖扩容 一带一路 还有G20啊 这个多股 这世界秩序的重整 又将走向何方呢 关于这种复杂的问题啊 大家好好梳理历史 麦克罗 我们来今天来找吴晴安老师 希望好 好 主持人 大家好 是哦 我们刚才花了一点时间 给大家开了一点题了 那我们就直接切入啊 走路五轰 看这张图就知道啊 有没有 这个莫迪呢 办这个G20啊 这个非常的 走路威风淋漓 当然这是印度女厂 2022年的时候 印尼所举办的 日本的媒体啊 就说印度要通过 G20来奠定大国的基础啊 G20这一次参加峰会的国家 有意思的是中国跟美国的元首 就拜登跟习近平都不出席 可是印度又穷心勃勃 要来打造高峰时刻 这个感觉起来又有点失色 但是最近 不管是美国拉着印度到处跑 还是呢 在金专扩容当中 最后也是印度首肯 才让金专扩容成功 或者是呢 这个习近平跟莫迪呢 也其实在 在金专扩容会议上 有低调的相会谈了一些事情 等一下我们也一起谈 那你怎么看一下这个 这一次印度G20 这开局的格局啊 我想这个会议 本身印度在这个会议上的一个角色 它只是借这个机会呈现 其实印度取得这种地位的时间 比这次集团地峰会要早很多啊 其中这个有一个对印度的人的心理来说 有个明确的标志 这个不管是以美元计价的GDP 还是说以这个购买力评价计算的GDP 都超过了他们前殖民宗主国英国 那么而英国呢 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那可是印度不是 但在印度人来说 像我们这样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我们可以确定他现在是第一 并且呢 是世界排名前面的经济大国 看怎么去计算 他也有可能比他现在的这个排名 还要再往前 那他的影响力 他的未来的发展潜力 都要比他的前殖民宗主国英国大很多 甚至于在他看来 他很可能会取得他的邻居中国那样的一种发展 而且他的这个未来的前景 可能比中国还好 因为很简单 因为他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而且他的人口红利 要比中国多很多 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用尽 加上就是说 印度事实上他们过去的制造业的基础 还有现在融入世界的基础 他们做的都比较好 这一部分跟印度人本身 他在脱离这个英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秩序以后 他们的努力跟奋斗是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看到他的邻居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本来跟他就是完全一体的 那巴基斯坦本身就做的不好 那么可见印度人不是在躺着没做事 他们做了很多事情 那印度呢 同时他借着他的体量也要比巴基斯坦大很多 他在这个战后的国际政治秩序当中 一直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尽管他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他是不可忽略的 那并且在这个国际经济的秩序当中 他也在扮演一定的角色 他在这个整个印度的工业化 他在持续的推动 印度的社会印度的经济印度的政治 都让他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 那假如说他是刚刚1940年代脱离英国 殖民时代那种印度发展到今天14亿多人口 这种规模的话 那他会垮掉的 显然印度是一个在成长当中的国家 不是我们想象当中只是固守那个 种姓制度的一个传统国家 那我们大概能够记住的一件事就是 印度呢 他是一个不结盟运动的倡导者 那这个不结盟运动本身的意义就很重要 到关于这个全球南方这个概念的话 他跟不结盟运动是有很密切的远远 是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G20里面 印度在这里面为什么突然被突现出来 你也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说 历史它这个偶然性跟必然性是叠加的嘛 G20也是伦子主席 而刚好今年所有的话题都围绕在印太这个位置 除了中国之外 印度可以说是最近被讨论最多的国家 印度的潜力很高 很多尤其在中文语境或者在华文圈里面 甚至台湾很多人其实大多对印度 都还是以看笑话 我必须很直白的讲 说真的你把人家看来比较别 或者批判他 总性制度确实那些都会批判 可是印度凭什么在这样状况之下 他还是依然在整个世界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尤其是G20这次轮到 虽然中印的元首不出席 但是外媒也提出一些疑问说 哎呀不出席那这个G20还有什么意义呢 可是看起来意义依然还是存在 这里面的官窍是什么 呃我想这个很明显就是说 尽管中美的元首没有去出席 但是他的政府的重要官员 政府首脑还是去出席 呃会议本身的意义 他是那个外观是象征性的 但是他的实质没有改变 就是说假如说是在G20的其他的国家举行 我举例说在南非举行或者在阿根廷举行 他的意义就不是那么大 因为南非跟阿根廷的潜力都不足 而印度是很充足 我可以说在目前的这个G20的国家里面 也许印度的发展潜力 他是可以排在第一位 他因为中国已经发挥出了他的很多潜力 他进入另外一个阶段了 那么印度其实是处于起飞的这种这个阶段 对于尤其对世界的经济而言 他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我们看到全球全球化碰到瓶颈 他切割看起来他要切割成两部分 那么但是经济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他一定会自寻出路 而这个出路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 我会摆脱这个两部分制约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缝隙 或契机就是印度 这个20国的这个G20嘛 那我们知道G20什么意思 他其实就是把G7的秩序扩大到G20 所以我们可以看这张图 其实是一个非常明显 你看这个世界上主要的国家都在里面的 而且有这有资源 有的人口有的有地理位置 地缘关系的 但还是有些国家被忽略了 我们必须这么讲 比如说像是伊朗 或者是像这次扩容里面所新增的 像是这个东非几乎是没有国家在里面 应该说G20是不是一个旧的秩序 但他有一个新的一个挑战跟一个面向在 比如说7月下旬莫迪就曾经自豪说 印度的发展势不可谈 确实它是今年主要国家里面 经济场最好的 那另外呢这个印度人口 超越中国成为世界地刚才有提到 还有呢 2027年即将要来超越日本 2021年已经超过英国 2027年超越日本 升至世界第三位 其实还有一个谁 德国也要被超越 当然德国可能会相应超过日本 因为最近日本状况真的非常非常不好 日本的GDP已经从5兆美金 跌到4.2兆 有可能还进一步萎缩 现在这个就是印度来推行全方位政策 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他跟其他的像国家 他是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他可以同时是美日印要集团 但他也可以同时是上额会组织的集团 他也可以同时 他可以跟俄罗斯 这个加强资源合作 但又同时不得罪乌克兰 这个就是印度来说同时加入两个集团 并不矛盾 这也是莫迪肯自豪 他的发展失不可 这跟中国现在所进入的一个状态 是完全不同的position 是 中国现在的状态 基本上是处在一个被 美国还有美国的盟友围剿的一个状态 他其实是面临很多的困境 印度这个左右逢源的一种态势 其实是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长期刻意营造的 因为他们很早就发现 就是在二战之后形成的一个冷战格局当中 他不要选边站 他要站在中间 所以他创立一部结盟运动 然后呢 这个两边通斥 在中国通斥的情况下 尤其是他面临一个当时在亚洲 跟他的这个起点接近的一个国家 就是中国 他当时就把中国视为一个地缘政治上面的 竞争对手 尽管当时并没有发生边界冲突 边界冲突到1950年代末起才发生 但是他把中国视为潜在的对手 但是他当时就决定了一个长远的国家战略 就是中国是一个结盟的国家 他跟苏联结盟了 那么之前二战之前 这个中国是跟美国跟同盟国结盟了 但是呢 印度都摆脱了这样一个选边的困境 他不选边 结果他是左右逢源 所以我们在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当中 就可以看到 当时是美国跟苏联同时支持印度 在后来发生的很多次的 这个设计印度的国际冲突里面 印度都占到了这种选择的好处 我们看到俄乌冲突时 那个发生的时候 印度所做的选择 印度国内的这个情感基本上是 是偏向俄罗斯的 可是印度人没有因此而遭遇困境 也没有人去选择印度 那么相同 连乌克兰都没谴责印度 都没谴责印度 那么美国人还要进一步的去拉拢他 欧洲也要拉拢他 还有日本也要去拉拢他 所以这个印度的这种选择呢 看起来是他们一个 长久的印度文化传统里面成长出来的一种 一种智慧在这个21世纪 在全球的这种经济发展 还有跟中国的竞争当中 他会得到很多的好处 我可悔这么说 就是印度的一个文化跟历史的底蕴 所造就的是他跟中国是一个 截然不同的一个道路 当激烈竞争的情况之下 谁能够长久的不结盟 谁获利最大 那但是世界秩序正从上一轮的选边站 进入了一个大家一团和气 又进入了下一轮的选边站 从冷战到后冷战 战到后后冷战 大家听懂我意思吗 90年代苏联解体再见拜拜 东欧集团瓦解 共产集团崩溃 这个时候中国选择的是美国 其实中国长就跟美国站在一起 1970年代 所以才会有2758号局遇文嘛 才会有中华民国被逐出联合国这样 但我们是说我们是直接退出啦 那可是到了2000年 本来美国要转向 因为发生了恐攻911事件 终于到了川普 开始跟中国决裂了 这个时候印度刚好 经过了上一波的势头之后 当时他还没那么被重视 结果进入的印太的时间 就是现在美国印太战略之后 印度的地位就显著要升 而且他在很多地方都被开了绿灯 有明显的获利 甚至有人开始催说 下一个世界工厂是印度啊 当然越南失败了 然后下一个印度 印度要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其实都符合刚刚学长所讲的 他就因为他不结盟 所以当进入下一轮 我们说厚厚冷战 厚厚冷战什么 就又叫新冷战嘛 就是中美的强冲突的时候 我想这有两个有一个历史跟现实的这个原因 就是中国其实他自己也看到 这个世界正从两极变成多极 他自己看到了 那么多极这种状态对谁有利 对中国有一点利 但是对印度最有利 因为印度本来是一个 因为在两极当中他是没有位置的 那么你放了多极之后 他就变 他的位置有的时候会显得比中国还重要 因为中国呢他因为他的地缘政治传统 跟他的做国际政治的这样一个传统思维 他总是会结盟 他很难不去结盟 包括现在跟俄罗斯的关系 其实是一种这个没有形式的结盟 那可是印度呢就是长期维持一个这个不结盟 不结盟就是大家都想去跟他结盟 这个所以在这样一个多极的架构当中 他这个印度应该是获利最多的 那么其他国家为什么不 因为他们体量不够大 他们想获利他还没准备好 他也没有那么多的条件去过 没能力去消化这样的力量 是是是 所以印度是在当中受益最多的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 我们再放长一点就好 对于印度这样一种 基于他的历史传统所做的选择 现实政治当中选择 其实中国很早就看到了 在毛泽东时代的一开始 1950年代初期 他们就发现印度 其实是一个不打算在苏美之间选边的国家 而这个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大概可以对当时的中国有意 比如说韩战的时候 印度在中立的立场上就采取了一个比较偏苏联 比较偏中国的一个姿态 所以那段时间呢 这个中印的关系曾经非常好 我们知道这个现代中国的工业的兴起 它是苏联在1950年代给中国的156项重大的重工业的援助 但是其实苏联给印度的援助 大约接近200项 所以说苏联对印度的援助要更大 所以印度他当时做了一个好像要选边 但他一定不选边的姿态 对他就带来这样一个好处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1950年代 当时的中国呢 对在这个不结盟运动 在这个万龙会议当中对印度一直采取非常的友善的姿态 甚至于当中印边境爆发冲突之后 我们看到这个中印边境爆发冲突 当时几乎是全世界都是站在印度内 那么整个的不结盟运动 在1964年是全面谴责中国的 不结盟运动具有反殖民主义的背景 但是他们完全不顾中印边境是因为殖民的状态而形成的 他们居然全部去反对中国 所以中国当时非常孤立 非常孤立的状态下中国采取了一个什么策略 就是我军事行动打赢了 可是我退回原来战争之前的状态 也就是说等于这个战争没有打 他这个做这个姿态的就是要希望跟印度维持一个在未来的一种合作的可能 所以那样的一个心态一直延续到今天 就是今天的中国在看待印度的时候 跟当时的心态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 他没有把印度视作是一个根本的这个不可调和的战略对手 像美国这样他跟美国的关系现在变成这种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 他都是竞争对手更极端一点他是敌人 那么由这个就涉及到一个中印边境的冲突 所以我们我们看那个边境冲突总是感觉到边境冲突将要发展成为战争 结果呢都没有发展成为战争 因为中印双方其实都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政治传统 为这个边境冲突保留了一个余地 但是呢边境冲突还在不在一直在 这个是对于双方有正面跟负面的两个需要 就是中印内部都需要一个关于这个民族主义的动员 那么领土这个所有民族主义力大概动员能量最大的 既然动员起来了之后 这是在1950年代60年代就已经动员起来了 想要从原来的坚持的立场上面倒回去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中印其实都处在一种骑虎难下的状态 骑虎难下的状态只好就是说 我把这个边境的议题拿来当做政治有需要的时候 我来用一下我来炒作一下 但是呢我需要缓和的时候 我完全可以立刻停下来 其实中国也是一样 中国不想破坏这种关系 印度也一样不是不想 所以其实这我认为这个是在亚洲两个文明古国 具有这样的智慧 习近平提的极限思维跟西方所说的极限思维是完全两码 提名的极限思维其实是中国很传统的 就是做最坏的打算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乐 这谁讲是范仲淹讲 这是一个很传统非常传统的中国的基本思维 居安思维的态度 但西方人的一个极限思维他不是 我不把你彻底消灭 甚至从物理上消灭 我是不会安心 这跟东方是不一样 那像印度就更好玩 印度基本上很少有把对政敌追杀到死的传统 基本上他就任何事情通通打迷糊仗 就跟他们的料理很好玩 就是你看起来他在获悉你 咖喱就是这边加点那边加点 咖喱没有一个固定的配方 但他就很好吃 因为他就能搞出一盘围 我觉得这张图 这个当然是之前2018年 莫迪跟习近平在会晤的时候 印度现在有个根本性的变化是什么 是印度难得出现一个长期的强人政治的领导 这个在过去是比较少 这个刚才提到边界冲突 这边大概给大家带一下 中印的边界冲突呢 大概主要是两个点 一个是印度称之叫做阿努恰纳尔邦 中国称之为藏男地区 因为就历史来说 传统上中国认为这一块 是属于西藏的藏男地区 所以是一个传统 那另外一边是克什米尔 克什米尔这里有个阿克塞清地区 那这个地区呢 那目前阿克塞清地区是中国的实控 而阿努恰纳尔邦就是刚才 像说说主动撤回的地方 这个就是所谓的东线跟西线的差异 但是尽管那么的冲突 我们可以看到 前任在金砖国家的会晤当中呢 其实两边还是谈了这个问题 然后莫迪向习近平强调 印方对于中印实控线的边境关切 那双方呢 就是就中印关系的共同坦诚深入的交换意见 那习近平也强调说中印关系改善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发展 两国要从大局出发妥善处理且边界问题 我想这个就是文化底蕴的差异了 就跟西方怎么看都没有用 所以印度双方我们应该努力来让局势降温 反正打迷糊仗 中国讲中道思想 印度人我就像如同他的咖喱一样 非常的有意思 这我想这是这个事情的补充 那当然西方对于整个中印关系 他当然还是会有有很多的一些挑战 比如说印度当然他有他的企图心在 他现在想要成为所谓的初创业的大国 这是当时召开了这个是贸易部长级的会议 G20的会前会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 现在新的我们刚才提到全球南方跟全球东方 他要把中国给塞进这个框架 把印度给塞进这个框架里面 你不想选边我就逼你选边 我就让你选边 但印度真的会屈服吗 中国真的会完全着了这个道 因为中国的结盟也不是要选边 中国结盟是希望大家都是好朋友 我们可以这么说 假设有一天让中国来选择结盟的话 他希望跟全世界结盟 所以习近平才会提出说 太平洋很大的红石冬的像中美两国 那当然这个说法 什么是全球南方 我们已经聊过好多好多次了 其实就是一个国家身份认 就是Global South 中国也强调自己是全球南方 也强调自己永远是开发中国家 中国人均刚过1.2万美金 人均GDP 相当于发达国家的五分之一 美国16点多 排在世界60多位 发展指数70多位 但是美国就已经在推动 消除中国发展中国家的身份 他就想要做一个全球南方 来跟你区隔 南方国家发展中 你中国是已发展 你们两个是两套 而你是发展中国家的对抗 你跟我美国的对抗 其实这个套路是冷战思维啊 就是苏联跟他的那一帮 东欧的这个所谓的兄弟们 苏东坡这一块 你们通通都是发展中国家 我们就是第一集团跟第二集团的 第二世界跟第二世界的对抗 只是差别在于 美国现在是想要拉拢第三世界 作为自己的支柱 来对抗这个中国 发展中国家是有很多好的待遇的啦 但是呢这样的说法 其实就是美方啦 其实不是只是想要消除这个待遇 更重要的是要拉开全球南方跟中国的距离 我觉得这篇文章翻析的非常好 这是01上面一位教授所分析的 那现在的拜登政府所发展的国家安全战略 就是美国不需将发展中国家改造成美国的模样 这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努力建构所谓的包容性阵营 但美国真的有包容吗 这是我们的一个大疑问 我想我们节目做那么多大家可以了解 那这个又是一个新的名词 拜登非常会发明的名词 那包括跟中东拉美的加大接触 不过前任我们才发现他从中东加速退出 所以叫推动什么 印度南非等全球南方的发挥领导中 对冲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 所以呢2023年1月的时候 就所谓全球南方峰会 印度邀请了120多个国家 中国就没有邀请到 所以现在包括像芬兰的前总理 这一位司徒布他就提出说 未来秩序由全球西方全球南方 及中国俄国伊朗所建构的全球东方 权力三角来对决 伊朗在印度的西北边 但是西方人的逻辑里面非常有趣 我想全球南方这个概念的建立 本来他应该是跟 比如在这个毛泽东时代所讲的 三个世界理论里面的第三世界 是一个等一词 对 但这个理论他还有一个重叠 我刚刚提到关于不结盟运动 就是说他跟这个第二次战战结束之后 这些去殖民化的亚非国家 他们组成这个不结盟运动 也有一定的关系 而当时的中国不在这个不结盟运动里面 他是跟苏联结盟的 这个使得他跟这个全球南方的 长期的历史性连接缺了那么一小块 当然毫无疑问 在那个时候中国就是说 我们看到他在1950年代末期 1960年代初期 那么中苏的决恋使得这个毛泽东 他就去标局说 他是这个第三世界人民 反帝反殖反霸的领袖 而这一样 这样一个身份 其实是被当时的第三世界的 很多地方接受的 尤其是非洲接受的 这个包括就是当时的 这个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 这件事情跟毛泽东在 非洲的经营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他形成了一种道德方面的号召力 尽管就是在毛时代的中国的国力 要比现在弱非常多 但是他的某种国际的形象 其实要比现在要好 所以说他的盟友甚至比现在多 那么可是到了这个 这个后毛时代 基本上就是 就是中国就是等于靠到美国那边去了 他透过发展经济 其实让他跟这个第三世界的连结 变得有一些弱 情感变得有点疏离了 这种情况下 使得他去领导第三世界 反帝反殖反霸的这种道德的号召力 跟正当性 也有所减弱 那么有所减弱 这种情况下 我们知道这个美国人 他是世界观的 就是中国在非洲推动一带一路的时候 他就发明了新殖民主义 这样一个概念 把他扣在中国的头上 所以他发明这样一个概念 把中国排除在外 而且他真的在世界发生很大的影响 很多人就觉得 与中国人是殖民主义 他们不去区分这个 中国在非洲的经营 跟这个西方经营的差异 很多人就简化思维 美国的这个操作 它本来可能会有效 但是呢 很不幸的是 美国的操作有点过分了以后 它激发了中国本身的改变 就是说这个跟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之后 在中国的决策有点像 他们当初就是因为决策的失误 而就向他们去检讨所谓 他怎么失去中国的 那在这次也是一样 就是从这个所谓银河号事件 轰炸这个中国驻南斯阿富大使馆 汶川地震的时候关掉GPS 然后禁止中国的太空人到国际太空站去 以及后来 就是在川普时代 对于这个华为的压制 从这个开始对中国的进行经济的封锁 它造成了一种结果 就是中国本来想跟美国靠在一起赚钱 它想跟全世界做朋友 其中包括把美国当作最重要的朋友来交往 结果美国说你不能这样做 因为美国把中国视作是竞争对手 而且这个竞争对手可能会超越自己 变成世界第一 那么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所以美国的这一连串的压制 使得中国内部 它想恢复传统的第三世界论述 也就是说 把我自己塑造成为一个反帝反制反霸的领袖的 这样一种路线 好像习近平他要回根毛路线 其实习是有 我想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有这样一个动机的 只不过他当然不可能完全回归毛时代的那种贫困状态下 号召革命 那种状态我想是不会恢复 他甚至于这个时候 因为他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 他要去恢复说对第三世界的这种 用他自己的发展模式作为一个号召 甚至于这种发展模式不仅包含经济模式 也包含政治模式的号召 真的要去做的话 影响力可能比毛时代要更大 因为他有实质的东西支撑 他有实质的东西 所以呢这个时候如果用所谓全球东方这个概念来消解 全球南方这个概念 他能做的就其实有限了 我们看到俄罗斯也是一样 俄罗斯在这个以前冷战时期 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当中 他应该是第一世界 因为美苏是第一世界的 可是呢在这个苏联解体之后 他的后继者俄罗斯 他没有能力去继承他在第一世界那个位置 他事实上降到第三世界去了 对 那么并且现在他遭受到这个美国的压制 这个使得俄罗斯也他的心态比较接近第三世界 伊朗呢事实上是在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当中 是一种第三世界心态的革命 对 其他的全球南方的兄弟来看 这三个跟他们的差异不是太大 只是中间这里面有一个变数 就是说我们看到因为世界政治格局的 他的这种复杂性 所以比如说中美关系 中俄的关系 中印的关系 一直都是很复杂 这就甚至于我们讲到小一点的 中国跟伊朗的关系也是很复杂的 这个伊朗其实曾经看不去中国 这种复杂的关系里面 我们就会看到 俄罗斯一直想引进这个制衡中国的力量 所以在上海合作组织 在这个金砖 在G20里面都有印度 而上海合作组织里面因为有印度 金砖里面有印度 它没有办法发展成一个集团 完全政治性的组织 它这个还是倾向于经济 但是也因为这种对中国不利的一个状态 使得 用全球东方的概念 去消解全球南方这样一个概念的 实现的可能性降低了很多 因为你既然没有办法让全球南方 跟全球东方 或者说这个所外包的组织 成为一个集团 那你本身也让它对抗性削弱 这是一个对等而生的嘛 你要搞对战 那你就得让它成为集团 可是你又把这些代表性的组织 通通都印度在这里面 那它又不愿意结盟的话 那其实对美国来讲就没办法做成 刚才我们所讲到的这个芬兰前总理司徒布所提出的 全球西方 VS全球南方 VS全球东方 所谓的权力三角这样的说法 我想是 它这个是期待或者是 那我认为是西方是借它之口 把这东西给讲出来 是的 当无法结盟 那印度发展的道路就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了 那这样的一个发展道路呢 当然在中美的这个脉络之下会是什么样子呢 这当然之前阵子我们才刚聊完啦 这个李盛峰老师那一次我们有谈到这个军砖扩容这件事嘛 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世界地缘的这个大事情这是多到 我们可以每一周举一件事情出来聊 而且还聊不完 这个整个的架构就很明确了嘛 这个就是全球南方加全球东方的组合啊 就是围堵没有全球西方 那你要怎么要怎么搞 当这样的一个 然后它的这个组成 有没有还看到这么多 加盟的国家是散布在各个北非 东非都有代表性国家 这次围堵就人家说 奈及利亚跟印尼 这个相对就有代表性 但我认为很快啦 那我们就就这张图来介事来讨论一下 就是说刚才我所说的 全球西方全球东方全球南方 的格局 似乎很难实现 特别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印度的这个 它想崛起来脉络之下 这是一个逆反的一个状况 从美国的角度都可以制约中国 但是反过来 它也会破坏美国所设计的一个大战略 现在看起来它做了一个 对美国友善的姿态 但是让它导到美国那边去 这种依照印度长期的战略思维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它也破坏了 美国的这样一个意图 就是美国想要建立一个 它其实有点效仿中国 就是我把第三世界拉到我这边 把中国形塑成为一个新殖民者 这样一个动作恐怕很难实现 那等于美国不就班师砸脚了吗 是是是 比如说一带一路 最近我看法广发了这篇文章 非常有意思 它说一带一路十年 结果在美国后院拉美发展训事 那我们看到了中国的拉美建立所谓新丝绸之路 20年前就开始了 过去拉美国家本来就想多演话 为什么 因为拉美从19世纪独立到现在 根本就没什么好的发展 但是拉美这个最有趣的是 矿多人多天然资源丰富 然后地又好 然后又远离世界的战火 基本两次大战跟拉美地区 没什么太大关系 这个其实说南美地区打过最延距的战争 除了他们独立初期的那些内战之外 那大概是马岛战争 就我们叫台湾叫福克兰群讨战争 就是一个很好的乐园 但是它就发展不起来 那当然跟这个被美国压制 是有极大的关系 所以新殖民主义应该送给美国才对 我一直说它是真正的新殖民主义 就帝国主义是第一波殖民 新帝国是第二波 美国其实第三波 他硬要套中国的话 那应该中国要叫第四波才对 当然这是不是事实是另外一回事 那最有趣的一个表招是什么 中国在秘鲁建深水港 这个是新丝绸置物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节点 这个港口当时就被美国的上将 他的卢拉Richardson 这个是美国南方司令部 因为他就是管这一块的 他说你这个 这根本就踩进美国的红区 那里面这些官员都不回应 我们应该要来重视这件事情 他在美国的CSIS 这个智库也是我们后来座谈 历史跟宇宙里面常见的常客了 美国的战略国际研究中心 他就说他们在我们家园20码线上 这就是美式足球里面要达胜的距离 或者可以说他们处在我们家园 第一岛链或第二岛链 你每天在顾亚太印太的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 你有没有看过我们自己家的 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出事情啊 那现在还没有军事设施 但他迟早会修成名转军 这样的一个恐怖的一个景象 哇塞 那我们这么说好了 就是当美国关注这全球博弈的时候 其实中国的势力 还是已经布阵到这个 这是美国想拉印度也做不到 因为印度是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 这是中印在崛起方面 很大的一个差异 其实一个重点是来自于拉丁美洲本身 对中国的需要 拉丁美洲本身在这个20世纪初期 他在美国的一个门罗主义之下 被美国视为后院 但是美国对这个后院的做法就是说 我让你当做我的这个商品的锦销地 原料的来源地 那么一个劳力的来源地 他这种情况下 事实上门罗主义是限制了拉丁美洲的发展 可持续性的节者而语 是的 美国这个心态呢 其实是 我们假如说到拉丁美洲的话 可以了解拉丁美洲的普通人 对于美国的这种怨言很多 因为他们很多人想到美国去工作 想到美国工作的原因是因为他 在自己老家混不下去 那么混不下去的原因 背后又是因为美国 这个事实上是限制了他的发展 所以他对他来说 他有这么丰富的矿产资源 那么其实他们 甚至于在教育程度上也还不错 他们还有这个跟欧洲有所连结 因为这是一个殖民悲剧 但是殖民悲剧造成一种有语言优势 他们西班牙语 有一个这个发展的一个开端 就是基础设施的建设 如果他们把这个做好了之后 他们在全球的经济跟贸易当中的这个比例 所占的位置就会明显增加 所以这个一带一路呢 我们看起来很多人把他想象成为 我想这个学文科的人很容易有这种感觉 以为他是古代的丝绸之路 其实他用丝绸之路有一个根本的差别 重点在于说 是中国把自己的盈利投到哪里去 去做什么事的问题 那么原来因为中国是赚了美国的钱 然后呢又去买美国的国债 这件事情是美国中国都赚到 其实是美国赚的更多了 美国等于说是他没做任何事 就直接赚钱了 这件事情 可是中国不打算把美国国债的钱投到第三世界 甚至我们可以用那个词就是全球南方 去做基础设施建设的时候 那么美国原来用这个金融资本 来进一步的我想剥削世界的 这种架构就会被破坏 所以美国要反对这件事情 那么要反对我们就看到谁是受益者 显然呢就是全球南方 他是一带一路的受益者 因为他会拿到资金跟基础设施的建设 他拿到实在的东西 他拿到的不是说可以被美国随意操控 这个金融产品 不是这些东西 拉丁美洲 他会变成说 是中国一带一路 这种战略下面的一个 一个议员 一个受益者 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我们基本上不太需要去想象一个空间当中的一带一路 空间当中的一带一路 他会有铁路 会有航线 拉丁美洲离这个很远 但是实质上的一带一路 他是 他等于说已经加入 你看老子传统一带一路的图 我认为这是极具迷惑性 就刚才喜欢解释 他以为中国是在布建一条欧亚的通道 过去我们谈也是这样 但从默默发展起来的拉美这块一带一路的发展 可以看到 其实一带一路的真正的核心 其实是把中国成功的模式给展现到全世界 然后呢带动全世界发展之后呢 又跟中国互相的共融 对啊 就即便在唐朝的时候 也不是真正的全部中国 中国的重点是什么 就是天下为中 这为不是为起来的为 是为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概念就是 只要我把秩序稳定下来 大家都开心赚钱 然后社会新兴向我们发展 这个才是个好皇帝 才是个好国家 这一阵子我们聊了这个 在历史讲堂的部分 我们聊了宋仁宗 跟王立本老师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为什么宋仁宗被古代独盛 这么的推崇 中国史上第一个用人当庙号了 因为他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啊 吃得饱穿得暖 这个救死扶伤 什么都可以 甚至你啥事都没得到 他还可以以兵戴政 把你抓去做香槟 事实上你去做工啊 那最后我们就用华为啊 最近很夯 但是华为这个突破了美国封锁 我们聊了好几次 但我认为这背后的现象 我们可以来总体检一件事情 就是中印发展道路的不同 还有以至于连结到 我们刚刚前所提到的 中美对抗会往哪边走 怎么说呢 当然很多这个大陆的网友啊 我们叫网民啊 做了很多梗图啊 雷蒙多变成最大代言人了 但他最后所代表的一个现象 其实是什么 就是对于过去被 美国打压的那种反嘲讽 但是他也呈现一个事情 是中国在缔造自己的 这个崛起的时候 他是往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完整的一个脉络 自己能够自己自主的一个方向 然后再以这个自己自主 往外去扩展延伸 你加入我自己自主体系 OK 你不加入 我也会继续活下去的一个概念 但对比起来啊 印度的发展就不是这个模式 那两国之间这个崛起 有一个深刻的文化跟历史脉络的差异 我觉得我们在我们今天讨论上 我已经看到这个 而中国也改变对印度的态度 也就是他希望美国正视 中国是个大国崛起的过程 但是印度也希望世界 包括中国也正视我大国崛起的过程 而我发现最近期来说 中国其实包括习近平官方的态度 其实慢慢在调整那个步调 正视了印度的崛起 两个完全不能到路 是不是让学昂来帮我们 做一个分析跟结论 是我想这个中国在被美国打压的过程当中 他做了很多的反省 其中包括他在这个战略上面的 也包括他在文化上面的一个反省 比如他提到这个文化自信这件事情 我们讲到文化自信这件事情 我们要回归中国传统 中国传统中国跟印度的关系 是什么关系 基本上是95%以上 中国单向的吸收印度文化 当时印度有没有攻打中国 完全没有 是中国自动的去吸收印度文化 而且很欢心的 去接受这个印度文化 在中国的日常生活当中 到处都有印度文化的影子 讲中文随时都会出现 这个印度佛教文化的很多概念 那个时候的中国呢 是因为是非常的自信 非常开放 这种开放 就是今天他们回顾说 为什么 这个美国人在对于世界的这种 这种打压 这种统治 它是不太具有正当性的 因为它忽略了世界的多样性 跟多极性 那么回头去看印度 那么中国人对印度的理解 可能就会多一点 因为印度的传统文明 跟中国文明 传统文明的这个体质差别非常大 那么印度的文化是多样的 有魅力的 那么当然你说里面有没有黑暗的东西 一定有 你说中国传统里面有没有 都是好的东西 也不全是里面也有黑暗的东西 那么他这样去看印度 可能就会 就是视野就会更宽一点 那我们看到就是说 中国的这个 我想中国的复兴 其实很大程度上 他是 这是跟着西方在走的 他只是因为比西方勤劳 或者是 他吸收了很多西方的因素发展起来 我们看到印度呢 他是受到英国的殖民 他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化的 尤其 包括他的这个地缘政治思维 一部分受到英国人的影响 或者他继承殖民遗产 这部分是受到英国的影响 但是他 他整个的社会文化里 社会结构里 他保持的是一个长期延续的印度传统 这是深入每一个印度人的骨髓里面的 那这样子 我们看到印度的 现在的现代经济里面 就有很多传统经济 传统经营 传统贸易 传统商业的这样一种模式 这种模式呢 很难被西方理解 也不太被中国商人理解 说牛粪 对对对 那么中国商人进去之后 开始觉得非常不习惯 可是印度人透过这件事情 有没有达成他们经济成长的效果 我们看到是有的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其实当1950年代 苏联援助印度去建立现代工业的时候 印度还是一定程度上善用了这个 给印度建立了比较好的工业体系 效率没有中国的高 但是还是有 那么相对之下呢 巴基斯坦得到的是西方的援助 其中包括美国的援助 可是巴基斯坦没有发展起来 那么这个 印度的这种发展 他对于他未来 就是说21世纪 印度的进一步的崛起 显然是有注意的 就是说中国现在应该体认到 他有必要去体会一下 在印度的文化传统里面的这种多样性 而这种多样性也具有一种普遍意义 它的普遍意义在于说 未来在非洲的 在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 它也不会是像中国崛起 中国复兴的那样一种模式 就是说中印之间有一个根本性的差异 中国长期是中央集权 而印度长期是中央分权 甚至有时候没有中央 最团结中央可能都很短暂 比如孔雀王很短暂 或者是表面上统一 可是完全不同一的 莫沃尔帝国 然后再来英属东印度公司 当然是他进入现代国家之前 最强而有力的一个中央 但即便如此 英属东印度还是很松散 英国的致命还是很松散 对那在这样之下呢 他有一个结人不同模式 我的感受是这样 中国传统上就是这样 有一个大同思想 它所有人都要发展起来 所以要先脱贫 脱贫之后有小康 小康之后有大同 永远做不完的事情 只要没有做到 大家对政府就不满意 而且很多抱怨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中国也有一个传统是中央很大 大家对政府还是相对比较幸福 但政府必须长此维持它的高效能 而且爱民如子 然后重视社会的平等均衡的发展 这也是中国这个模式 它在短时间爆发了巨大的潜力 但是它那个潜力的延续性 就是很巨大的挑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什么300年一治一乱 之类的这种说法 这中国就有螺旋向上死观 但印度不一样 印度它的死光 跟它的整个社会结构 那是非常凝固的 贱民就是贱民照顾它干嘛 你照顾它你是破坏社会的安定秩序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最近印度的 曾经当首富现在二富 这个莫迪的好朋友 他最近跑去看 他跑去想把梦买了一个最大贫民 全部产品换成我自己的 就像这种情况 但他不会有任何不好意思 因为觉得他们反而就该被赶走 因为他们是贱民啊 他们是低阶总性啊 干我什么事 所以这个是两个不同的社会 但这个社会有坏有好 坏的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 以中国来说不可能接受 这什么国家怎么可能崛起 但就它的整个社会的结构的稳定性是极强 所有人都服用于这一套 怎么样可以超脱 死了就超脱了 死了从贱民往上挪一阶 再往上挪一阶 我们知道佛教改革最大的就是 一死了就可以上天堂 而婆罗门教变成的印度教的传统就是 死了往上移一阶移一阶 你可以改变嘛 下意思 所以它就有很稳定性 所以它就可以创造一种很特殊的一种崛起模式 就是逐步的部分的发展 而这个部分发展中所挤出来的 再加上学习西方魔术所产生的政治强人的这个领导 是印度过去所没有的就莫敌 所以我觉得它形成一种新的模式 而这个中印之间的这互动 会是未来非常非常值得关注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崛起模式 印度的崛起绝对不是中国意义的崛起 我敢这么说 印度的宗教对他们的社会的影响非常大 而这件事情会影响一般人对生活的感受 我们觉得现在中国崛起之后 中国的年轻人其实压力很大 他们很多人不快乐的 这个也对于目前的状况并不满意 他希望明天可以更好 但是对于印度人而言 其实他们物质生活的状况是远逊中国 但是很多人心态很平衡 而且我们进一步讲人生的目标 他会不会快乐 很多印度人的快乐指数是超过中国 是超过中国 所以我们如果是把这个 这个从整个西方的价值移开 我们放到传统东方价值里面 我们追求人生的这个心态平衡的这个目标 快乐的目标的话 那么印度人可能做得比中国好 从这个角度 印度也可能会开创另外一种这个模式 这个模式呢 被其他第三世界的人 包括非洲人 接受的可能性也不低 我们其实可能忽略 就是说印度人在非洲的 在东南亚的 在美洲的经营 有时候比华侨要多 比华侨多 而且他们跟当地社会的结合 也比华侨的程度好 那么这一定程度上跟印度文化也有关系 那么这一点我们我想这个 我们传统中文世界的忽略 那现在应该到了改变的时候了 其实最好的印证是什么 印度已经在世界三个主要国家 当上了国家领袖 英国的总理 美国的副总统 在莫迪自己 这就是一个很奇怪 很特殊的印证 而华人只能在华人国家 当自己的领袖 那我想最后我们就以这张图做结语 好多讲讲我的心得跟结语 就简单来讲 其实这两套的这个崛起模式 都有它的特殊性 当然我们必须说 中国崛起模式 确实创造了像是华为这样的一个 算真的是奇迹啦 而它具体反映的成果是 对美国是加大压制中国 可是印度在中间呢 它继续维持它既有的道路 其实对中国也可能不是坏事 而可以让这样的一个结构呢 被打破 也许不久之后 又可以看到两位先生的握手 这我就对世界是件好事啊 是是是 那在印度在中间就可以发挥一些 很特殊的影响力 这也是我们今天跟大家 这个后来做成想分享的 好那我们今天呢 就这个聊到这里啦 最后还是请大家呢 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打开小铃铛 然后呢加入我们的会员 让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也欢迎大家可以 线下超级留言 超级感谢啊 留下你的留言 让我们知道 这个你的分享 让我们可以做更多的改进 那也可以通过 绿界PayPal 微信或者邮局 给我们更多的赞助 让我们做得更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关于啊 这个从聚专节聊到现在 这应该有很多的启发跟启示 我们今天谢谢吴星达老师 谢谢 谢谢 好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期再相见哦 我们会来做谈专家讲堂 拜拜 拜拜